抗日虎奔,王耀武,毛主席宽慰他,周恩来为其作媒,长年北京八宝山,王耀武1904年出生自左民山东泰安人,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,山东省主席,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,第二随进区司令长官,始终正见持有人,蒋介石称赞王耀武,善于带兵,有指挥才能使人有命碰眼网,莫碰老王之称。 1924年11月,王耀武考入黄浦军校1937年抗战开始,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地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师长,副军长,七十四军军长。 1945年1月,升任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抗战时期,王耀武率部参加了松户抗战,南京保卫战,万家岭战役,长沙会战,长德会战,雪峰山战役等著名战役。 其中,1938年7月,王耀武率部参加万家岭战役,五十一师协同国军其他部队与日军基战数周,商必日军四千余人取得万家岭战役的胜利。 1945年4月,王耀武亲自指挥湘西雪峰山战役,日军以板西一梁中将为指挥纠集十余万人,沿湘前公路向指将进犯。 王耀武指挥营机日军,湘西会战起于1945年4月9日至于6月7日,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。 在王耀武指挥下,湘西会战,取得了雪峰山大捷尖敌三万余人,不久年仅四十岁的他被选为国。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7年5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陈毅。 素玉的指挥下,在一蒙山区发动了孟良固战役,张灵府身死孟良固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,在素玉的统一指挥下,发动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战斗,攻占下济南王耀武化砖后突围出城,行至受光境内被俘王耀武。 在北京监狱改造时,毛泽东让罗瑞青安慰王耀武,以公事公过事过你的抗日功劳。 我们共产党人,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,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。 1959年2月,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,他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。 1964年冬,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冬王耀武在周恩来关心事意下,经人介绍与北京教师吴伯伦结婚。 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与北京人民医院享年六,四岁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,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,要要香三人补开了追悼会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 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